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實況吉荷拉動物森友會 那現在看我的遊戲畫面 我的阿波羅居然說要離開我的島了 那因為牠是阿波羅 我很捨不得讓牠走 我比較希望別的動物離開 那我剛好之前在日本的YouTube上面看到一則影片 然後牠有教如何把這個動物想離開的事件 轉移到別的動物身上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測試一下它的理論 那這邊我還是要先事先說明一下 這個轉移的操作法會需要用到調整主機的時間 那大家看完影片後可以斟酌是否要使用 那我自己是沒有在當時空旅人進行遊戲 除了有一次我是要建造礦場 那我想測試一下我柵欄有沒有為好 我就先跳了一天看我的石頭有沒有長歪掉 那這次為了要測試給大家看 這是我第二次要調整遊戲的時間 那接下來來說明一下轉移離開事件的理論 這是怎麼一回事齁 那當我們在路上看到有動物頭上冒出泡泡 然後跟牠們講話之後 他們提出了想離開島嶼 就是像現在我畫面上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在那個影片的理論之中 它是屬於一個當天一定會發生的事件 就像說那天一定會有流星雨 或者是那天一定會有某個NPC來你的島上造訪一樣 那動物想離開這件事情也是類似的一個事件 那天一定會有個動物想要離開 而想離開的動物是隨機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重複的過這一天 直到是你希望離開的動物頭上冒出泡泡說牠想要走 那我現在就要來開始測試一下 這個理論到底是不是真實的齁 好的 那我現在重啟了遊戲了 我還沒改時間 只是先關掉 因為我不希望阿波羅走嘛 那我們要先確認的一件事情就是 阿波羅有沒有在戶外 因為牠一定要在戶外才頭上會冒那些泡泡 那我們先確認 只是先重開之後呢 好 阿波羅在外面 你看你看 阿波羅他果然還是冒著泡泡 好 現在就可以確定今天阿波羅他一定是想要離開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把牠關掉 再來我們要調時間 把時間調整到今天早上的 4點59分 那我們進來遊戲之後呢 剛好就5點鐘聲敲完 那西式會開始廣播 好 那吃快死了 進來這邊之後呢我們就先記錄一下 牛奶的雲 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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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完畢之後我們再調回來把時間調成是正常的時間 因為一大早他們都還在睡嘛 所以我們要把時間調成就是他們都醒來了 在外面走動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看看那個 想要搬走的泡泡會不會轉移到別隻動物身上 那順帶一提呢 這是我目前的村民 那我現在希望搬走的是這隻佩林還有這隻賈羅林 我希望泡泡可以轉移到他們兩個人頭上 那首先呢也是要先確認一下 好 佩林沒有在屋子裡 賈羅林也沒有在屋子裡 那我們現在就是去找她 好 我們現在先發現到了賈羅林 賈羅林頭上沒有冒泡泡 好 那我們再找一下阿波羅好了 我希望她泡泡還不會停留在她頭上 如果還是阿波羅的話 那可能我們這次的試驗就算是失敗 我可能等一下會再試一下 但如果一直停在阿波羅身上的話呢 那就可能就是 這個理論應該就是錯的 我們先找一下阿波羅在哪 阿波羅在這 結果還是停留在阿波羅身上啊 那我們再重新試一次 好 第二次 我們這次再來看看 到底可不可以轉移呢 先看一下阿波羅有沒有在房子裡 阿波羅在外面 好 那再來看我希望轉移的兩個 賈羅林 佩林也都在外面 很好 他們兩個看起來沒有要冒泡泡的意思 覺得很不妙啊 該不會泡泡還留在阿波羅頭上吧 再繼續看一下 阿波羅也沒有喔 該不會真的有轉移到別人身上了 再到處跑一下阿 我得瞧瞧 那第二次重開後到目前 我在島上繞了一下 都還沒有看到有人在冒泡泡 所以可能要再過一陣子 我再多繞個幾圈 我好像聽到了 嚇死我 我還以為轉移到史培亞身上 結果他只是要魚 我剛剛在想是不是跟時間可能有關係 所以我把時間調到了2點整 就 再往前推了20分鐘 好 我們現在再來找看看阿波羅 阿波羅看起來精神很好 阿波羅看起來精神很好 史培亞在這裡看出佩玲在釣魚 喔 有了有了 有了 真的成功轉移了 而且剛好就轉移到我希望他離開的角色身上 那試驗成功了耶 所以下次大家也可以試看看我這個方法 算是要調時間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非常非常希望他離開 然後你想要找別的動物進來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試看看 那因為就只是往前移一天 然後再進來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影響不會很大啦 以遊戲進行來講 那大家就斟酌看看有沒有要使用這個方法 那很開心就是實驗成功 而且剛好達到了我想要的結果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